几十年来,全球石油的消耗意义加致,高昂的油价,开采和燃烧带来的污染,以及随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南极冰面萎缩,海岸线增高等一系列问题,让全球对新能源的渴求越来越大。 人造太阳项目将给人类带来无限清洁的能源,就像太阳带给我们的一样,另外和聚变反应不产生温室气体,集合废料几乎不会危害环境,因此可以永远运行下去。 一个稳碳运行的人造太阳项目所产生的能量够人类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中国科学院和肥物质研究院的科学家满怀信心地说,那么,人造太阳是什么? 它是如何建造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份来自合肥研究院珍贵的内部培训资料。 最后,科研人员自豪地说,你知道吗? 中国是期间为止,唯一一个制造出人造太阳的国家,为祖国骄傲。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